第三的九题,质量为两公斤的物体,静置于水平地面上,同时施以三个力作用,八牛顿水平向右,十二牛顿水平向左,五牛顿垂直向下,物体向左做等速度运动,如右图所示。 当物体移动八公尺时,摩擦力对物体做工多少?我们晓得我们做工的做法叫做力量要乘以为以,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摩擦力有多少。 因为题目说做等速度运动,所以我们就晓得合力等于零,它向左做运动,这个五牛顿向下的力量对我们的运动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有一个八牛顿向右,十二牛顿向左,所以我们一定还有一个向右的力量不知道多少才能够让它的合力等于零,所以八加X等于十二牛顿,X就等于四,这个四牛顿就是我们的摩擦力。 我们就发现物体向左运动,摩擦力向右做的是复工,事实上我们国中交的摩擦力都是做复工,所以很显然的选项C跟猪都不可能是对的,它必须要做复工,那么我们如果暂时不要管负号的话,那我们的施力是四牛顿,我们的位移的题目说,我们走了八公尺,所以我们做工有三十二胶额,是复工三十二胶额, 就是我们的A,因此第三十九题问我们说,当物体移动八公尺时,摩擦力对物体做工多少,我们答案选择是A,负三十二胶额。